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前首相马哈迪早前接受印度电视台的线上访问时 发表的童话论引起了不少政党领袖的抨击 民账党主席刘华财前几天也批评马哈迪的童话论破坏了种族和谐 同时还承诺要把这个课题带上国盟的会议去讨论 那刘华财在今天就召开记者会时 他就表示国盟昨天晚上召开的最高理事会会议上 土团党和伊党的领袖都认为 马哈迪的言论并不恰当 并且破坏了其他种族和文化 但是考虑到马哈迪的年事已高 因此刘华财就说 大家就当作是他老人家的一时失言吧 针对马哈迪早前发表的《童话论》 民政党主席刘华财今天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马来西亚已经独立了将近70年 而民政党一直都是采取中庸的路线 特别是在捍卫种族 宗教以及文化方面 刘华财说他已经把马哈迪的《童话论》 带上了昨晚的国盟最高理事会会议上讨论 而国盟三党都不认同马哈迪的言论 认为他的言论已经伤害了其他种族和文化 这个年代不应该再讲说 是说这个国家是属于你的 还是属于我的 我觉得不应该存在 我们的全部都是马来西亚国民 然后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是这个多元种族 多元宗教 跟多元文化就已经变成了 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特别的 unique的象征 虽然这样 刘华财还是帮敦马还家 认为敦马可能年事已高 只是一时说错话 刘华财也强调 由于马哈迪拥有丰富的执政经验 所以他依旧会继续担任国盟的四周顾问